基本上女士比例上較容易有母子外翻 但這不是女士的專屬 根據文献記載男士也會有 而男女比例大約是1比15 母子外翻的成因主要可以分開做先天的因素和後天的因素 先天因素包括了一些我們叫遺傳 有某種遺傳疾病 譬如會令軟組織過份鬆散 軟組織過份鬆散會令腳趾的關節很容易畸形 而導致有母子外翻 又或者在人生長過程中骨頭有時長得太圓 長得太圓的話理論上令關節不穩 亦會出現畸形的情況 而至於後天的因素包括了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其中一個就是穿鞋 特別來說一些尖偷鞋或高跟鞋 鞋頭太窄會令腳趾長期處於一個迫結的狀態 久而久之會導致出現子宮外翻 或者是畸形的發展 另外還有一些運動 例如一些跳鮑鱗帽 跳鮑鱗帽其實因為跳的過程中 很多時候有隻腳尖站 還有鮑鱗帽鞋也是比較狹窄 亦會容易導致有子宮外翻 再加上有一些疾病 例如一些我們稱為類風心關節炎 因為它是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令到關節周圍的軟組織有時受到破壞 從而導致到會容易有子宮外翻 診斷母子外翻 主要我們分了兩方面 第一個我們可以在外觀上 單憑觀察去看看子宮外翻的嚴重程度 除了外觀上 我們另外還可以用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 例如包括一些X肝去做一個檢查 我們擦張X肝的話 我們可以通過判斷腳趾骨和第一遮骨的角度 去判斷它的嚴重程度 如果角度是少於15度 這個叫做正常 而15至20度是屬於輕微的子宮外翻 20至40度是一個中度的子宮外翻 如果角度是大於40度 這個叫做嚴重的子宮外翻 如果一般輕微的子宮外翻 我們都多數建議被人穿鞋寬鬆些 盡量穿少一些雜頭鞋或尖頭鞋 而至於中度的母子外翻 腳趾骨因為開始傾斜 會導致第二隻腳趾造成不同的壓力 這些情況下 我們會建議被人 除了穿一些寬鬆的鞋之外 可能會考慮用一些鞋墊 除了這些之外 市面上有很多矯正器 或者矯正甲板 這些都可以將腳趾骨和第二隻腳趾分離 而減少了腳趾骨的病徵 除了這個之外 物理治療都有幫助 物理治療其實我們可以控制 或者我們可以訓練一些腳趾的小肌肉 腳趾的小肌肉如果得以訓練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平衡一下腳 導致病徵上有所舒緩的 而主要嚴重的話 一般來說大部份病徵都很影響日常生活 我們一般都建議病人 可能用手術的方法去改善 母之外的手術 其實分開三大類型 包括一些我們叫做軟組織手術 軟組織手術的意思就是說 一些緊的地方我們就放鬆去 一些鬆散的地方我們就拉緊去 達致到一個軟組織上的平衡 第二類的手術就是我們叫做骨性手術 通過做一個折骨 然後去矯正的畸形 第三類就叫做組織手術 即是同時間進行軟組織和折骨的手術 比如傳統手術我們就叫做開大刀 因為如果特別是要做折骨的話 我們要整個折骨的地方 我們要完全暴露出來 骨膜就要跟骨完全分離 然後就骨骨矯正去固定 而折骨類的微創手術 由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 就已經發展到第三代 最主要最流行的大眾做的 始終都是做一些折骨手術 折骨手術包括在腳道開多個小傷口 另外一些特別儀器 進行一個折骨 特別儀器的好處就是 我們對於軟組織的分離是可以減到最少 所以微創的好處就是 通過小的傷口、小的軟組織的剝離 令到骨頭遇合得更快 所以康復更快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食べ到小鳥的幸運 像之一 我們不要再5個小骨 Leah